刷刷挥动两只扯铃棍,将扯铃抛个几圈,再让同伴稳稳接住 这就是大连式东华小学生练出的绝活 这项扯铃本领可说是风离东华小学的运动 只见900名小学生趁着下课时间聚集在体育场 随着轻快的音乐整齐一致的舞动七彩的铃 只见小学生使用简单的扯铃器材 也就是两根棍,一条线和一支铃,轻松将扯铃玩出多变动作 这些动作可不简单,不只训练臂力,也考验反应速度 增强学生的心理和身体素质 不过这扯铃背后最重要的意义是向年轻人宣扬传统中华文化 而东华小学背负着传承的使命 让扯铃运动在学校根深蒂固超过十年 我们知道体育的最高境界就是传承 所以我们学校首先是古贯老师学成之后 他在传承给我们左面的青年教师 然后我们的老师再传给每个孩子 高年级哥哥姐姐和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 再集成小伙伴,再这样子进行传承 那么就这样,其实我们抖空竹 最后就是一种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传承 东华小学校长张华儿表示 校方会为每个年级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标准 随着年级越高,扯铃技巧的难度也会增加 每年五月,学校更会举办扯铃大赛 让年轻学子大展技巧 校方的大力推广,也让很多的小学生爱上扯铃 甚至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已经玩六年了,它不只是为了比赛 也是我一个兴趣爱好 所以毕业之后我还想继续玩 扯铃这玩意儿可追溯到隋唐时代 直到2006年,扯铃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 我还想继续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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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继续玩